7月3号全球平均温度冲破了17度 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阿富汗塔利班突然公告 全国美容美法电要在一个月之内关门 哈马斯报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空袭 男子开车冲撞公车停 当场被避免 新闻全球话带一看世界 我是黄明明 首先要带您关心台湾跟立陶宛 最近两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热络 但是有国民党立委质疑 在立陶宛设立八寸晶圆厂的技术 几乎是由我方无偿提供 而接受台湾融资的当地太阳能业者 却是从中国进口原物料 立委把矛头指向了总统府 而府方跟外交部先后提出反驳 台湾和立陶宛深化合作 包括成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是外交一大突破 双方也签订半导体合作备忘录 不过国民党立委王洪威先是指控 政府出资一千万欧元 约三点四亿元 无偿提供立陶宛的私人公司 台湾半导体技术 认为是凯子外交 5号在点名国发会 中东欧投资基金会 融资立陶宛太阳能业者2.7亿元 带该公司的原物料来自中国 引发热议 王洪威质疑抗中保台的基金 反被中国厂商赚走 痛批是卖台行为 对此外交部5号召开记者会驳斥 表示台立双方共同出资一千四百万欧元 我国提供一千万欧元 只协助立陶宛建立基础研发 设备采购及人才养神 至于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位及发展 后续都由立陶宛自行编列预算之印 外交部强调 两国共同出资合作国际常见 并非出资就是卖台 那就第一个 这是完全罔顾商业的现实 第二个就是 它可能会反而影响到 我们这个中东投资基金 未来在开展新客户上面的一些限制 那连带也就会影响到我们台商 利用这个管道来开创欧洲商机的可能性 看到一个太阳能板 那上面写中国 那里面有中国的统战 我想不是用这样子政治化的方式 来看待我们所了解全世界 在经济发展上面还有经济自由竞争市场上面的一个论点 六位表示不论是中国原物料和材料 都属于全球供应链 不是看到一块稀土或是太阳能板 上面写中国就代表中国统战 而太阳能产业是全球供应链 将来可能也会有台湾业者来供应出货 记者黄子杰陈信龙 美国在国务卿布林肯之后 财政部长叶伦也将在明天抵达北京访问 目的在于修补中美两国关系 建立长期沟通管道 不过就在叶伦出访前夕 中国宣布将从八月一号起 管制加汉者 这两项半导体原料出口 专家分析可能是为了提高谈判筹码 而对全球的影响有待观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上个月刚结束访中 财政部长叶伦也将在六号到九号访问北京 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透露 叶伦此行将与中方商讨全球挑战 及共同关切的领域 像是气候变迁和债务困境等迫切议题 目标是与中国建立长期沟通管道 而非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学者则指出 双方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 包括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 中方所持美国国债 美国加征的高关税 以及科技压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叶伦来访前夕 中国商务部宣布八月一号起 将限制半导体原材料加汉者产品的出口 一般认为这正是为了报复美国联手欧洲 对中国发动科技战 包括限制晶片和相关设备输出中国 但是北京方面对相关提问 轻描淡写待过 加汉者这两类金属 在晶圆制造通讯设备和国防等领域 应用广泛 全球供给来源八成以上来自中国 有研究机构指出 中国这项反制手段将对半导体产业 产生立即连锁效应 特别是高效能晶片 不过也有人认为 可以找到替代来源 冲击不至于太严重 美国媒体则解读 这代表北京想以新措施 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公事新闻在汇明别一 再来关心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 进行二十年以来最猛烈的空袭 导致多人伤亡 而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 展开了报复 有一名男子开车撞进 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的公车亭 造成八人轻重伤 在他继续要拿刀砍人的时候 当场被其他民众开枪击毙 车祸袭击现场 能够看到白色的小货车车身 已经支离破碎 一旁还有医护人员 推着担架 准备将伤患送上救护车 以色列大臣特拉维夫 4号发生汽车冲撞行人的事故 一名巴勒斯坦男子 开车撞进公车后车停 造成八人受伤 其中两人重伤 有一驾驶还拿刀下车 持续攻击其他人 当场遭到其他民众开枪击 这起事故发生的前一天 以色列才以反恐行动为由 对巴勒斯坦城市哲宁 展开袭击 战火颇及了当地的难民营 多人死伤 WHO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巴勒斯坦救护人员还被禁止 进入营地的部分地区救助重伤者 真系袭击案已经造成 包括三名不满十八岁的儿童 共有十二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还有超过一百四十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其中三十人重伤 对以色列四号发生的 汽车袭击行人事故 伊斯兰激进组织 哈马斯随后坦诚犯行 还赞扬死亡的驾驶是英雄 表示这是对以色列袭击 折宁的报复行动 尽管以色列军队在四号晚间 以完成任务为由撤出折宁 仍无法平息巴勒斯坦民众的怒火 英国媒体BBC报道 受到袭击的巴勒斯坦民众 还因此在医院外 朝以色列军车丢石头 遭到乙军发射催泪瓦斯 而无国界医生组织也抱怨 以色列军以推土机沿途破坏了许多道路 导致医护人员必须徒步前往救援 公安新闻 陈顺炳仪 俄罗斯有一位积极投入人权工作的女记者 星期二前往车城共和国采访的时候 遭到多名蒙面歹徒暴打 她的全身多处受伤 头上还被泼洒这个绿色颜料 连头发都被剃光 另外一位乔治亚前总统 萨卡西维利因为被指控滥权 已经被关押两年 她在狱中多次绝食 体重从本来的一百多公斤 掉了一半以上 现在几乎变成了皮包骨 曾获无国界新闻自由奖的 俄国调查记者米拉西纳 面部还残留绿色油漆 头发也几乎被剃光 当地时间四号 米拉西纳和她的律师聂莫夫 到俄国南部车城共和国采访时 遭多名武装蒙面分子痛殴 不仅手指被打断 全身多出伤痕 综合外媒报道 米拉西纳与律师 当时带着摄影器材 正要前往车城首都 格罗兹尼的审判现场 被告是批评车城共和国领导人 卡德罗夫的三名流亡者 他们的母亲穆萨耶娃 最终米拉西纳无法出席 这场判决 而穆萨耶娃则被判刑五年半 五十五岁乌克兰籍的 乔治亚前总统 萨卡西维利 被指控在二零一八年执政期间 犯下滥权及湮灭证据等罪行 但他始终否认这些指控 认为这是政治迫害 萨卡西维利速度绝食 当地时间三号 他透过视讯出席听审 这次露面几乎受成皮包骨 乌克兰总统 全国的美容美法店 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 全部关闭 当局完全没有说明 这项政策的理由 当地妇女感到震惊 业者更是顿时没了生计 阿凡政府旗下负责执行 塔利班伊斯兰教法的机构 劝证陈恶部 二号突如起来的 针对妇女美容美法沙龙 发布禁令 并下令要在一个月内完成 塔利班一九九六年 到二零零一年掌权期间 也曾关闭美容院 但二零零一年 美军入侵阿富汗之后 美容院又恢复营业 如今这项禁令 在毫无缘由 且无任何替代选择的情况下 再度卷土重来 让阿富汗妇女感到震惊沮 2021年美军撤退 塔利班重新掌权后 美容沙龙虽然照常营业 但都很低调 电门窗户全都遮蔽起来 各种以女性外观为广告形象的照片 脸部也都被喷漆 或是用黑影替代 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 采访的一名阿富汗妇女指出 塔利班除了只会关注 妇女的身体之外 看起来没有其他的政治计划 他们想要把女性从公众生活 所有领域中剔除 公事新闻王霍文编译 最近全球许多地方出现极端高温 七月三号的全球平均温度 更是冲破了摄氏十七度 刷新了二零一六年的记录 再创史上最高 其实在入夏之前 春季热浪就袭击全球 各国纷纷出现史上最热的六月 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受到 盛阴现象的影响 再加上温室气体排放 而接下来五年很有可能 继续出现破记录的高温 到时候包括人类在内 各种生物都将会受到致命威胁 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 在这个周一公布全球均温 达摄氏十七点零一度 打破二零一六年的记录 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 尽管南极州目前是冬季 乌克兰位于阿根廷群岛的南极研究站 仍测得八点七度异常高温 是历年七月最高记录 近期全球各地不时传出热浪来袭 受到热盖效应影响 美国西南部地区已连续数星期被高温笼罩 亚历萨纳州凤凰城一度飙迫四十六度 德州南部也达到四十八度 不断刷新记录 地中海地区四月就提早出现热浪 北非气温已接近五十度 亚洲地区中国持续承受三十五度炎热天气 六月在印度北方邦 许多民众受不住四十五度酷暑 热死事件频传 中暑患者挤满医院 欧洲地区英国六月均温十五点八度 是一百四十年来最高温 全国有七十二个区域打破纪录 即去年破四十度热浪 上个月每日最高温来到三十二点二度 声音现象发生时 赤道东太平洋海水会异常增温 导致不同地区发生干旱或大雨 专家指出气候变迁加剧的声音现象 恐严重影响人类和生物的存活 共识新闻两言辩译 看过以上的新闻 不知道各位观众记得多少内容呢 现在请批帅来出个题目 好的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7月3号的全球平均温度 更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您知道造成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 除了温室气体排放之外 还有什么呢 一 声音现象 二 热带气旋 三 极地涡旋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个呢 美国的国庆日假期 在佛州有许多游客在海滩玩水 没有想到既然出现了不速之客 拍得蛮清楚的哦 有一尾鲨鱼大摇大摆的 就从人群身边游过去 本来悠闲的气氛 立刻就变成了惊悚片 佛州这处海滩 在美国国庆日这一天 出现许多细水人潮 但岸上游客突然发现 一只鲨鱼竟大摇大摆 从游客后方游过去 露出海面的鱼鳍 和摆动的尾巴特别吓人 民众高喊赶快上岸 没想到鲨鱼像是示威似的 又回头出没在同一块水域 仍待在海里的游客 后来警局到鲨鱼的潜在威胁 一边盯着它看 一边移动脚步赶紧撤退 所幸这次事件没有酿成伤亡意外 不过自今年入夏以来 全美已经发生16起鲨鱼 攻击人类的事件 镜头转到四川 画面上猫熊妈妈背对着镜头 正在树干上磨蹭 似乎是在抓养或标记领地 这时试图爬上树干的猫熊宝宝 却从树上掉了下来 这对野生猫熊母子 日前在民阳市的国家公园那一显逛 有趣模样全被监视器记录下来 大熊猫基地的工作人员研判 猫熊宝宝大约半岁左右 这趟亲子探险之旅 可能是为了训练他的谋生技能 公司新闻在惠民编译 台湾也有因为细水发生的意外 昨天傍晚有四名越南籍移工 在台中高美湿地附近的海域 不小心落水 其中一个人自行上岸 其他三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空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海巡署巡防艇则在海面上搜寻 高美湿地附近的海角明珠海域 四号傍晚发生落水意外 四名越南籍移工疑似没有注意潮汐 掌潮时被大浪卷走 其中一人自行上岸 另外三人失联 五号上午持续搜救行动 外籍移工有人也赶到现场等候消息 没工作的消息 然后去那边玩水 我都叫他们的那个住在附近 五号上午当地风浪相当强劲 海巡署与消防局共派出35人 一船艇 两台沙滩车 两部无人机投入搜救 海巡任员研判 目前海流往北 因此以海藻明珠海域 向北扩大搜索 两无人机 两沙滩车 以及海面上一艘巡防艇 持续搜救中 宁有申请空情总队直升机 于空中进行大面积的搜索 台中市海上救生协会也加入救援 他们表示海角明珠海域 掌退潮时海面下都会有暗流 过去就曾发生细水意外 这次将负责岸上搜寻的任务 希望能尽快找到三人下落 季角蜜蜂蜂鹏安全台中报导 有一只瀕临绝种的保育类隔龟 昨天在屏东的万里铜搁浅 身上有多处伤口 虽然紧急送到海生馆救治 仍然因为伤重而死亡 持续泼水保持湿度 这只海龟四号下午搁浅在屏东万里铜 民众认出是稀有的保育类生物隔龟 赶忙通报啃管处 隔龟在台湾附近海域很罕见 又称为皮革海龟 杨桃海龟 在海龟中体型最大 特别是背上没有硬壳背甲 全身都是皮革状的皮肤包覆 也是潜水能力最强的海龟 很少靠近沿岸 但它也是分布最广的海龟 分成大西洋 印度洋 太平洋 这三种族群 也受台湾野生动物保育法保固 被列为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生物 很晚处海生馆等救援团队 当天抵达后 赶忙将隔龟送往海生馆救治 却还是无力回天 隔龟在五号凌晨六点多死亡 有一些擦伤的现象 然后身体是很虚弱 但是没有办法判断 有外观判断 它搁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为了判断它的死因 就安排了解剖的工作 死亡的隔龟身长约一百二十公分 一百三十五公斤重 海生馆两位受益检视 背甲甲壳 右侧边缘都有擦伤 左肢也有伤口 全力抢救伤重不治 将由专家解剖 了解死因 海生馆也表示 阴格龟具有远洋生活 体型庞大的特性 若是救伤成功会进行掩放 全台至今 共六笔死亡搁浅记录 活体搁浅 包含此次共两次 记者王云亭 陈显昆屏东报导 石头家长最近热烈讨论一款热销的 儿童智慧手表 在十岁男童的手臂上面 自然造成了皮肤烧烫伤 消保官研判原因 可能是使用了旧版电池 没有更换 再加上有雨水渗入 才会发生燃烧 至于其他消费者想要退货 业者并没有同意 可以追踪定位 通话做健康监控 连温度检测也一手包办 业者推出的儿童智慧手表 HeroWatch 功能多元 伸受不少消费者喜爱 如今发生自然造成 孩童受伤 消保官受理消费者申诉后 业者声称愿意赔偿 至于事故原因研判 手表使用旧款电池 因为大雨渗水量祸 如果在下雨天小孩子玩 水难免会进去 那进去电池变质的话 可能就有膨胀 可能甚至燃烧或者形形 那因为这样他们在两年前 已经免费让消费者 能够更换比较安全的电池 这部分防水做得比较好 但是有些消费者 可能没有联络上 出事的第一代手表 原本密合度就比较不好 搭载旧电池防水性差 业者曾免费提供电池旧坏心 全台卖出一万只 只联系上六千多人 但电池部分新旧 全都有通过安规检验 现在NCC却回应 审言合格只是最低门槛 产品有没有涉及不良 是否寄出召回处分 NCC只说 等第三方调查 结果出炉再讨论 不过同系列产品 也陆续传灾情 密码怎么打就是进不去 还有人说手表佩戴 平平过热 购买者人心惶惶 就怕成了下个售宅户 涌入页者脸书 要求退货退款 这样代表良率上 就是会有疑虑 尤其是用在小朋友的手上 其实会担心啦 其实现在检测会来 也会有点担心 就是还适不适合继续戴 手表无法退货 但业者说 为了消除用户疑虑 HeroWatch系列 全型号商品 免费提供检测及收送 而依现行法规 如果没有试证 能证明手表设计 有直接的安全危害 要退款则有难度 记者穿长响 台北新北报导 接下来告诉您 巴西足球巨星内马尔的豪宅 争议越滚越大 因为他在里约的豪华庄园里面 违法开挖人工湖 结果被重罚 大约一亿元新台币 而他的父亲 在环境部门官员上门调查的时候 还跟对方爆发严重口角 一度遭到逮捕 这是巴西足球巨星内马尔的豪宅 坐落在里约热内卢西南方的沿海小镇 曼加拉第八市 里头施工的巨大人工湖 却让他深陷大麻烦 因为违反当地法规建造 内马尔将被重罚 一千六百万雷亚尔 约1.02亿元台币 当局在上月22号派人登门 要求停止建造人工湖 但怒气满满的内马尔父亲 与环境官员爆发口角 一度遭到逮捕 内马尔的父亲被认为藐视公权力 但遭逮捕后并没有遭到拘留 只被口头警告 下次注意态度 内马尔家族发言人 拒绝针对此事发表评论 而官方表示 内马尔的豪宅被查出 有几十件违法开发行为 包括擅自截取河水 违反规定搬动岩石杀石等等 画面可看到周边河川与河岸 都有开挖痕迹 附近的石块也被移动 作为人工湖的装饰 当局目前开出四张罚单 并在人工湖周遭拉起封锁线 下令停止所有建造活动 而内马尔在二十天内可以上诉 公事新闻张玉萍编译 另外一位运动明星 是上个球季加入台湾直篮打球的林书豪 接下来他会落脚何处 各界一直高度关心 林书豪本人今天表示 他已经快三十五岁了 现在薪水和数据都不是重点 他只想要打有意义的篮球 林书豪不时在场边盯看五十位国高中的小球员 能否在限定范围内边运球边去抄球 后半段更加入篮球的鬼抓人游戏 第八度西手航空公司办理工艺篮球营 相当投入 希望小球员们勇敢逐梦 五月曾透露不排除退休的林书豪 经过六周的放松和恢复 日前也确定朝直篮生涯的第十四年迈进 他透露还没有和经济团队开会 但听说有很多队有兴趣 不只台湾的PLUS LEAGUE和T1 对林书豪有兴趣 外传中国CBA也有意挖回他 是否比较倾向刘台 林书豪只强调快三十五岁了 薪水和数据不是重点 不只开心还要打有意义的篮球 林书豪说会开始跟经济团队 去看各队计划 至于是否有机会和弟弟林书伟同队 他说总希望有天能同队 但若不是队的时间 不会去强迫这件事互相尊重 纪人小辉吴家宝台北报道 现在要再把镜头交给批帅 告诉我们新闻猜猜看的答案 谢谢明明主播 最近全球各地的平均温度突破摄氏17度 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除了温室气体排放之外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声音现象 今天的答案是1 你答对了吗 谢谢批帅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式新闻全球化 我是黄明明 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